各位网友,海外的壞人,尤其是中港台的朋友,或是大馬的朋友,大家好,今天6月28日 馬照跑,舞照跳,香港草根哥,Jimmy Huntington 草根,燒炭,又和各位見面,雖然香港馬照跑,舞照跳,但請各位千萬要記住,報口佬 新加坡,大馬,台灣,三口氣,小弟早就幫各位報了局 你不喜歡,中共自下生活,那就要想想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新加坡不用擔心 李顯龍,或者他下任總理,跟李光耀定下的model,人家有體制,不用擔心 除非有突發,我會再說,馬來西亞最近,我警告過那些年輕人 被中共收編的,那些自媒體,尤其是那些年輕人,太多了,那些人 亞洲紅點傳媒,尤其是City Plus那些人 他都不知道台灣正在搞什麼,623,反紅妹 還有呢,大馬呢,雙酸平穩,但是膠盆那裡,近日可能有些問題 老馬呢,老馬呢,就上了很多年,他說三年,不重要,天命所限,安華 最重要,有耐性,回到台灣,台灣的口氣呢,都是... 我講過了,是不是? 我講過了,是不是? 即是我們這些... 講話呢,就是... 有所報議的 即是不同啊 香港蕭若元那些,急於人知 我不敢說他,內有不足者,急於人知 先日又說這個,林鄭月娥下台了,得到內幕消息 這些內幕消息派很嚴重的,你看看,明鏡何貧 內幕消息派來嘛,被郭文貴玩到謝了,是不是? 曹蔣青也被他玩到謝了 台灣地盤也沒有了,曹蔣青,是不是? 我們這些是明治的,但是有時候很難怪,老蕭,香港的蕭若元 因為你們這些自媒體一定要求快 無論自己說得對不對,先消息出了,日後才澄清 可能這些自媒體也是一種手法 我們不會怪老蕭的,是不是? 我本人跟他做自媒體的態度不同 我講過了,是不是? 我目標就是什麼? Warsingham Post 和New York Times 客觀公正,權威 我們說話真的不是很隨便去說的 今天是瀟灑,放花在那裡 就是瀟灑的香,非常清香 有香味的,瀟灑花 美國當然夏天來了 學生都寬天起地 美國學生,暑假真的享受 有很多Camp,尤其中學生 大學生都說各地旅遊 跟我們最近香港的中學生 和大學生放暑假都說 為了香港的命運去祕於奔命 還有就是 就是 獻出他 努力,體力,到處奔跑 G-30 以前,甚至香港的很多是 我想是 年青人也有學生 去到大阪那裡 呼籲各國 留意 香港可能堪功 不是,我一早就堪了功 香港在中共治下的生活 雖然是一個兩制 已經是黨願無存 黨願無存 一國兩制 甚至法制也有所威脅 然後相當佩服 那些年青人 去到大阪 呼籲各國注意 中共就定了一條 不准G-20提起香港的反送中問題 能不能做到呢 好嗎 我們看看川普大會怎麼說 我們回到台灣 我的口氣 我判斷過 習近平 由於他 我說過 他不是武劍 他兩劍 太早和太狠 對於台灣的問題 也是怎樣 收台太早太狠 然後在香港裡面 黃志文 張曉明 那些 應該是糟糕的 就是求功 深切 對嗎 就是 用這個 修改這個逃犯條例 引出了 大鑊犯 這個反送中 因此 台灣的驚醒 也送了一支槍給蔡英文 是吧 那一支呢 就是2020年的大選 跟著日後的台灣局勢 習近平收台的話 已經可以在這裏這樣說 他有生之戀都很難 你知道他的終身主席是嗎 或者他 有生之戀做到他下台 大家知道 是終身主席 也不可能收到台灣 當然 美國政策也不是很輕易 給中共統一台灣 這一點 由於 習近平 還有下面那些 就是求功深切 奶的主子 太狠 不是太狠 用這個字 奶主子 就是 過度 過度 暫時 用這個字 不是太狠 奶主子 太過度 張曉明 黃之文 我講過了 就是 修改香港 修改 逃犯條例最主要 針對台灣 用法例來圈死台灣 這個聽我的視頻知道 因此引出 把惡犯 兩百萬人 六九 和六一六 兩百萬人 加一 大約 因此 就阻慢了 阻慢了 台灣 修台的進程 是吧 還有一幕範 有張點 台灣 被中共修編的潛伏勢力 暴露了出來 是吧 那就有這個了 是吧 六二三 黃國昌 火同 這個 館長 反紅媒出來 是吧 話說 有十萬人 是吧 不簡單的 反紅媒治國 自動治國 就好像這次 香港的 反送中 那些年輕人 還有各式各類的人出來 自動治國 很少 政黨背景 台灣這次反紅媒 這次最近的民調 喂 蔡英文 敗仗了 是吧 差不多有達到 40% 40%的 的 rating 應該是近期的第一次 四十多 最近的民調 我們不要說名字了 不要跟我們宣傳 我說過 台灣的民調可以自己控制 但是大小的可以提到 今天主題就是什麼 無意外 郭台銘 穩勝 初選 在國民黨中的初選 穩勝 今天主題 我講講 我們說話然有所本 不是那些人靠內幕 蔡英文 郭台銘 那些 全部都不認識 我所講的 張亞中那些 周錫偉 朱立倫 黃金平 全部都不認識 我們靠什麼 大致 藥差 和statistic的訓練 我們不敢說是一個科學家 我們有幾本人 大家有留意的都知道 我在美國授過科學 有參加研究 講了這麼多 我對statistic有了解 還有research method 都知道什麼叫科學研究方法 還有不同的就是收消息 收消息派 就是明鏡的賀貧 還有香港蕭若元的收消息派 蕭若元的消息 用科學方法去分析 聽聽就好了 我為什麼會看好郭台銘 各位翻查一下資料 在4月25日 他一早宣佈了參選的時候 在4月25日 他定主席一調 就是和平安定經濟未來 首先兩項應該有和平的一個環境 才有利經濟發展 然後著重年輕人的未來 你看到就看到 還有就是 今年2019年4月30日 他上台北發表演說 受到馬英九的邀請 關於這個經濟論壇 他那篇文要看一看 美中貿易戰 對未來台灣經濟的機遇和挑戰 4月30日 在馬英九的經濟論壇發表 美中貿易戰 對未來台灣經濟的機遇和挑戰 我們鼓勵 這些漢官讀者 自己找來看看 不會講完 講完就不用看了 好像 做影評人 他不會講完裡面的電影內容 不讓你看 我希望各位自己去看資料 對吧 從他4月2日發表的和平 安定經濟未來和4月30日 演講 各位可以了解在這兩篇 演說裡面各位可以了解 為什麽國台沒有夠膽 向中共叫板 不承認 一國兩制 甚至說一國兩制是失敗的 由於看到這個香港反送中事件 還有就是水怕水 大家什麼叫水怕水 大家知道這件事 甚至是雕出兩國論 各位看一看 就在4月30日那裏 如果你有腦子的話 你會看到為什麽 郭台銘夠膽 那麼狠 那麼狠 比共產黨更狠 比共產黨 差不多了 大家知道共產黨是怎樣的 忍到 無情 狠到無情 哇 國台沒有學到狠到無情 為什麽要這個怎樣 不成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失敗 甚至發出兩國論 水怕水 4月30日裏面 你看完文章 大家知道為什麽會出現 為什麽能夠 他夠膽 這麼狠地對中共叫板 這裏有原因的 那在這裏 我不詳細說了 有電話來 先戒一戒 繼續 不好意思 就是 郭台銘夠膽叫板 4月30日裏有提示 你都看到 郭台銘知道 定了調好東西 不知是否是智囊 這個定調就是怎樣 一早知道怎樣 親中必輸 親中必輸就是怎樣 不論他將來 他要競選的話 他的演說 他的動向 他的舉動都要怎樣 遠離中共 所以為什麽 要知道 他是怎樣 之前已經說 水怕水 不是由於怎樣 不是由於香港有反送中 還有6月23日 6月23日 在台灣的反紅傳媒 就是反紅傳媒 而說過 之前要說 他早就定了調 他的智囊說他自己知道 這件事千萬不要怎樣 啊 親中的言論 講親中的言論 一定要說 中共劃清界線 之前人家定調好東西 看到這一點 韓國瑜看不到 是不是 韓國瑜怎麼會看不到 他撿到東西 吃完之後 1124贏了之後 怎麼說 我們就是 九二共識一張國標 贏回來的 你很瘋的 真的有時候 這句過分 這句說 你說瘋的 有時候 激動 口不集言 但是我們也知道 不應該瘋的 他起碼有能力 他贏到 這個怎麼說 1124 是吧 將這個 22元書贏了 15元書 他有 他有他的 魅力 有他的能力 大家看不到這一點 看不到這一點 親中 別說 郭台銘就看到了 一開始的時候 要參加 準備參加這個初選 準備做國民黨的 初選總統候選人 參選人 總統的參選人 之前已經定了調 親中別說 跟中共劃來界線 這個好東西 還有看到 經濟是一個問題 經濟是一個問題 為什麼呢 他看到 就是 4月30日 他說了 台灣獲利 美國達標 中國轉型 換指 怎樣 中美都吃 就是 中共 美國 和台灣 三方面 他希望做到三個事情 尤其在經濟那裡著手 台灣獲利 美國達標 中國轉型 就是他看到經濟問題 這樣他認為 應該怎樣 應該有和平安定的環境 環境的經濟才有發展 跟著年輕人才有未來 是吧 和平安定的時候 你一定要取信什麼 中美兩個大國 好 你想問 為什麼你要取信 美國沒問題 為什麼中國 要定調 親中必輸就知道 而且又定調 一國兩制失敗 跟著又怎麼樣 要中共重視中華民國存在 甚至喊出兩國論 只承認一點點 九二共識 一中國標 一中國標 就是怎樣 台灣 是中華民國的表述 重視這一點 當然大陸有大陸的表法 習近平已經說了 你表你的毛 我這樣說 一國兩制 跟著又怎麼樣 是吧 中共統一台灣 這就是中共的表述 這就是中共的表述 那你的共識 九二共識 不只是自己 是不是 所以 郭台銘想在這裡 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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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但是他知道 一定要和平安定 一定要使得怎麼樣 中國和美國 認同他 因此他中美已經民視了 我說了是不是 以後 台灣的領袖 越想得到怎麼樣 在台灣做得安樂的話 做得安樂 要得到怎麼樣 中美兩方面面試 中方面試和美國面試 為什麼他要和中共競選 之前他已經有戰略和策劃 和中方劃清界線 又想得到中方認同 又得到和平 各位 四月三十日那篇 那篇就有了 各位看看 為什麼 他和中共劃清界線 甚至有些反中國言論 國台版都不敢出聲 或者 不應該用不夠膽 不應該用不夠膽 即是 不應該用不夠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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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過一篇 當然 中共壓兩邊 也都壓什麼 他壓 有壓到 現在大家很明顯看到 通過這個什麼 光旺傳媒 光宗傳媒 電視台和報紙 壓誰 通過蔡顯明 壓韓國瑜 他也有壓到 壓下去什麼 講台銘那裡 當然 他也不怕蔡英文 蔡英文就算贏了大選 蔡英文都知道了 他不信 九月共識 繼續 大家在磨擦之中 互相 過日子 他壓兩邊 當然 你們兩個鬼打鬼 蔡顯明現在是否國台沒有鬼打鬼 也達到分裂 分化台灣人 就在香港 唐英年 和這個 梁振英之爭 讓你們兩個鬼打鬼 你誰出來我都不怕 韓國瑜 和郭台銘兩個出來 中共怕嗎 蔡英文現在都不怕了 是不是 只不過收台 退遲了 退遲了 因此我這樣說 因為他自己 中共的戰 犯了錯誤 收台太狠太急 下面那些 舔得太快 太狠 舔也要狠 用狠字也好 舔得太狠 像張曉明那些王志民那些 因此就說 搞出禍 香港搞出大事出來 在這裏 蔡顯明 和郭台銘之爭 只不過你們鬼打鬼 中共 你們兩個都想我操控 操控的程度 和郭台銘得了大位之後 是不是中共這麼容易操控他呢 我們這些 要日後慢慢看 郭台銘之前去參加這個 國民黨的初選 他的部署出來選總統 一早就定下和中共 劃清界線 而且和中共劃清界線是怎樣 我懷疑得到中共的默許 各位看 4月30日 在台北演講 美中某一戰 對未來台灣經濟的機遇和和挑戰 我給你們一些提示 為甚麼 他要和中共劃清界線 中共 都不便評論他 不便責備他 那裏有答案 台灣的大小 親中必輸 郭台銘已經把握了這一點 統獨垃圾 郭台銘也知道 我分析一下 整個 這個 我現在這樣說 這幾點 我逐點來講 2020 2020 要選 台灣總統 必須要考慮 但我判兩個人 郭台銘 蔡英文也要考慮 我不先講蔡英文 我先講郭台銘 郭台銘要考慮的就是 親中必輸 統獨垃圾 現在形勢 反送中 一定要支持 反紅媒一定要支持 還有 對於台灣的經濟 這次很重要 就是經濟主題 韓國瑜贏 就贏了這一點 搞出了樹民 運動 用經濟民生的牌 贏了回來 他自己就不知道怎麼贏了 跟著 趙少康的垃圾 就想吃了 那些 加上 那些 蘇喜那些 九二共識派 他自己主導 九二共識 一宗國瑜 所以要贏回來 十五院選 浪費了 他還未知道 未知道後來是甚麼 老澤一巴掌過去 大家研究一下一國兩制 以後中共統一來台灣 麻煩你們回去 研究一下 好像香港那樣 這句 我講 香港的草委會 準備 我們 或者研究 和平研究會 發展會 和平發展 準備研究 以後 我們中共怎麼收到台灣 咦 無魚 趕少康 一刮下去 現在就醒了 唐雙龍 你刮醒了 鄭麗文 好東西 躲起來了 現在不出聲了 這些年輕的 所謂學者 刮醒了 原來是沒有的 九二共識 一宗國表 表來是沒有 你勉強表 沒甚麼用的 你自己表 郭台銘自己表 哈哈 在九月共識 中國表 郭聯銘也說 我們根據中華民國這一表 那 澳澤不認同 我講過了 在這裏 郭台銘也夠膽講 一個兩制 失敗 不認同 一國兩制 接著就是 支持 反紅媒 支持 反送中 在親中必書裏 郭台銘心目中 一早已經有了 所以因此要跟中國 說清界線 統獨垃圾 郭台銘知道了 打統獨牌 過分的話 別輸 我講過了 台灣怎麼樣 兩千三百萬人口 又一千九百萬 合格選民 合格選民裡面 投入統獨的話 合格選民不足一百萬 所以統獨牌 必死的 然後 藍綠以後 大選一定歸邊 藍和藍 綠和綠 歸邊 這兩個合格 不足一百萬 那些死中分子 藍綠 或者獨統這些 不足一百萬 那你要搶 那些中間年輕人 郭台銘一早知道 你知不知道 和平安定經濟未來 因此 年輕人的未來 大選 一早已經策略到 怎樣 已經有策劃了 打統獨 這些 將來是藍綠歸邊的 他知道 綠藍 他在國民黨裡面 只是爭取這幫人 都不夠贏 一致電話 在中間和年輕選民那裡 用經濟民生吸引他們 定了調的 參選 郭台銘一早定了調的 親中必輸知道 統獨垃圾知道 日後 定了調之後 日後 出來 六九事件 香港六九事件 反送中 和六一六 很嚴重 全世界注意 一國兩制是死亡的 在香港 大家知道 現在不知道你們那些 就是 聽聽老蕭 聽聽郭文貴 不要聽我 轉台轉台 現在還未知香港 一國兩制是死亡的 我早就說了 2018 中港融合元年 元年 即是一個兩制 死亡了 正式已經說了 大家有聽我就知道 2018 中港融合元年 什麼叫元年 直通車都開了 九加二 已經幫香港定位了 九加二 我已經進一步說了 九加三 那三天還給台灣 不過呢 就由於 張曉明 港澳 這個 主任 和這個 中原版主任 黃志文 舔得太狠太深 搞出大鑊事 收台 因此 就是 我講過 我在這裡揭判了 九成以上 我講過政治沒有百分之一百 九成 九成 習近平 就是由於他 收台太狠太快 下面那些 黃志文 張曉明之內 之類 舔得太狠太深 因此 台灣 收台 有生之年 習近平 都收不到 所以 習先生 我知道你 有聽我說的 喂 老師要改變 好了 反送中 郭台銘 吃到 香港 兩次 大型的集會 已經知道了 這是什麼 包括各式各類的人 以年輕人為主出來 反送中 抗拒 中共 藉著什麼 藉著逃犯條例 藉著逃犯條例的修改 而什麼 影響 甚至抹殺 香港的法制 因此衝出來 郭台銘 第一 時間又怎麼樣 支持 反送中 說一國兩制 就失敗了 韓國語怎麼樣 不曉得不諸刀 我已經說了 他玩完了 那時候他講這些話 接著現在才吃郭台銘的口水 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 除非 超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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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夠了 後智後覺 不知道 郭台銘在哪 我看 趨勢裡面 郭台銘贏了 親中必輸一早知道 統獨立賊一早知道 反送中支持 反送中支持 反送回他也支持的 王國昌打電話叫他邀請他們 他說心有所屬會支持你 但是人不便出席 就是反洪梅 反洪梅就是台灣現在才驚醒 你可知台灣 現在收編的程度如何 你看現在的暴露出來就知道了 慢慢暴露出來 我講過去年 美國國務院下面的機構 所對中國統戰在美國的影響 一早就說了 叫各位看 就是不知道怎麼樣 習近平這麼狠狠 夠膽叫你 一月二日 自台灣同胞輸 回去吧 麻煩你搞了 現在就是統一時機 統一時之鬥 中共統一聯盟 一國兩制先行 如何出道這個演奏 照其他地方社會人士研究 我大義是這樣 你不就聽聽他們講話 大義就是叫你一國兩制 然後呢 叫香港組織的 曹衛會 去迎接我們一國兩制 中共統一你 夠膽這麼說 收編都是七七八八的 軍隊裡面 傳媒裡面 學界裡面 尤其是學界 各位看看 學界 中小學大學 怎麼收編 大家講講 大家講講 大家研究一下 明居正教授 我叫你了 你這麼多人力物 來研究一下這些 台灣裡面 有編紀裏被收編了 最嚴重的就是學界 這些 是這個收編手法 這些 馬來西亞 年輕人那些 現在是不是 你看看 那些自媒體 十個、九個被中共收編了 或者甘心 甘心 親近中共 你看看 你自己 這個我第一個講的 全世界裡面 我第一個講 是嗎 馬來西亞華民 的自媒體 百億九十親共 回來 郭台銘知道 反紅媒支持 經濟轉型 民生改善 有了 他自己 是不是 他自己起家 八手工廠 起家 現在做到什麼 一代的企業家 雖然是代工為主 但是 他已經 開始打造台灣 又如何 經濟轉型 就是他希望做到 中國轉型 台灣裡面 他也在山層鏈 那裡轉型 供應鏈 那裡轉型 甚至在代工轉型 到底是品牌 有自己的品牌 尤其是現代 現代科技 AI 人工智能 機械人 8K 快智 超級電腦 量子電腦 郭台銘 他是自己的本項 因此 他看到出來 台灣要經濟 要轉型 和民生要改善 這個是 主打 這次 2020 大選 主打 對面 小英出線 已經出了 小英 知不知道 親中 2020 我判斷 2020 台灣大選 形勢 親中 必輸 統獨 垃圾 一定要支持 反送中 一定要支持 反洪梅 和經濟轉型 民生改選 那方面 講得出來 小英 會知道 郭台銘 已經把握了 一二三四五五點 因此 我就提議 台灣 你的韓粉 要轉型 支持郭台銘 你不支持 我看最近 那幾份民調的趨勢 我可以在這裏判斷 九成的鐵判 將來是怎樣贏呢 我這裏肯定的郭台銘 九成會贏得 國民黨的初選 代表國民黨參選 有些 那些沒有垃圾 沒有垃圾 就是一圖 現在是行家 沒有垃圾 就是比較低水準 吳子嘉的部署 鼓勵郭台銘 這個脫黨參選 從這句說話 知道 吳子嘉 代家而沽 是很高的 這些 大家想好它 而且 心向六回 心向 民進黨 你叫這個郭台銘出來 脫黨參選 必輸 即是會不知道 有利 小英 你脫黨 分裂這個國民黨 宋楚瑜事件 看宋楚瑜 看宋楚瑜 小英 賺錢 吳子嘉的鼓仔 竟然這樣說 這是鼓仔 是不是 心向民進黨 郭台銘 不會這麼奮脫黨 為什麼 黨內賺贏 我告訴你 他的路線 部署 你看人家一早部署 春中必書 統獨垃圾 後來也吃反送中 吃這個反紅媒 早早已經知道 要經濟轉移 在台灣 民生改善 還有 有和平穩定的環境 得到 中共和美方 這兩個大國 同意 免許出任台灣總統 所以我都說 美中面試 我講郭台銘 但是我會講蔡英文 他有殺著的 還有 你看不看到 朱立倫 朱立倫還有野心 沒有野心 今屆不出去選 當然2016個犯錯 所以就沒有豬 如果我是朱立倫 怎麼樣 難道 我朱立倫居住 哪有勇敢 他的豬粉 豬仔粉 難道把豬仔粉 過當給韓國瑜 我講講 國民黨黨內初選 我還要自己的前途 跟郭台銘 所以朱立倫肯定 他把自己的豬粉 過當到什麼 怎麼樣 給 郭台銘 黃金平 黃金平 現在 他的八派 喂 高雄 議會副議長 各位女士 已經說 公開支持郭台銘 好東西 不知道是不是聽到我說 說笑 我大聲 不用我聽到我說 你看大小的聰明人都知道 郭台銘 在黨內 得到黃金平 黃粉支持 朱立倫的朱粉王過多 這個民調是怎麼算的 黨內互比 黨內互比是什麼 其他張亞中 周錫衛 朱立倫都沒有說 黨內互比 就是國民黨裡面 最早就說 韓國瑜 和 郭台銘 湖比 那裡佔15% 15% 照我現在觀察 還有看到很多民調 用我科學的 接受 接受 各科學訓練 科學訓練 和 懂 statistics 起碼101 我懂 統計101 夠了 已經夠了 我可以大膽地說 郭台銘 在黨內的互比 都會贏 會小勝 韓國瑜 就在這裡計15%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得到 朱立倫的粉 和黃金平的粉 轉向給他 現在最明顯的例子 你看那位 高雄 庫議長 轉向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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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黨外對比 就是和 All Peer All Peer 和 小英 勇敢英的對比 現在怎麼樣 我在這裡 今天有判斷 以後還要看 在這點 裡面我又可以 要看看 就是大家 韓國瑜 對比 對比 小英 就是三家都 和對比 這個 All Peer 韓國瑜對比小英 All Peer 輸給 小英 All Peer 現在 不重要 All Peer 韓國瑜呢 可能會贏All Peer 那邊 郭台銘 對 All Peer 和小英 郭台銘 就要少輸 郭台銘 會少輸給小英 但是也贏 All Peer 這個 韓國瑜 就大輸給 什麼 大輸給 小英 喂 郭台銘 少輸給小英 那 那 就是 郭台銘 和韓國瑜都會贏 All Peer 因素 是 不會上來的 就是 民調不會上來的 現在還沒有判斷到 他不會參選 快來的 我就先說 在這裡 我首先說 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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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意思呢 對比的結論就是 郭台銘 少輸 勇敢英 贏 賀文哲 韓國瑜 大輸 給 勇敢英 贏 賀文哲 最主要就是 分別就是 郭台銘 小輸小英 韓國瑜大輸小英 因此在對比那裡 這個韓國瑜都輸了給什麼 因為他大輸給小英 都輸郭台銘 換句話 那裡佔85% 就是 無論 互比 郭台銘 給 韓國瑜 對比 85% 郭台銘都贏 這就是根據 Statistic的分析 我看過很多文調 可以在這裏肯定地說 協判 九成以上 郭台銘 在互比民調 少贏 韓國瑜 在這個 對比民調那裡 85% 兩個都輸給小英 但是由於 郭台銘是少輸給小英 因此 對比那裡贏了韓國瑜 過去看看 趨勢那裡 郭台銘一早看到 趁衆結束 統讀垃圾 後來 支持反送中代 支持反韓門 還有 2020年的主打 經濟轉型 民生改善 他一早掌握到 這些資料 還有他本身就是 這些是他的內行 在這裏 在這裏 各點裏面的五點 親中必輸 一早知道 統讀垃圾 反送中 反紅梅 還有 取消 經濟轉型 民生改善 經濟轉型 民生改善 那裏 贏了 這裏 2020年選總統的勢 在這裏 郭台銘都贏了 賣菜籠 所以賣菜籠 我們希望 李佳芬女士 勸勸他 不要三輸 輸了高雄 輸了國民黨 輸了總統 叫三輸 現在民進黨 就報處你三輸 今天的形勢 大家也知道 有留意 最近一份民調出來 和草包不止 和草包不止 現在有關的 國民黨的喜好度 大書 怎麼樣 你民進黨 國民黨的喜好度 大書 民進黨 小英 大聲 韓國語 小聲 郭台銘 所以結論就是 國民黨的民調 快到了 下個月8日就開始了 是嗎 是嗎 我看到文調的趨勢是怎樣 我講了 結論就是 百分之十五的互比 郭台銘 小勝 韓國語 85% 那15%就是互比 只剩下 85%對比 由於 郭台銘小書 給小英 韓國語 大書給小英 因此 在這裡計分 他們有一個 formula 計分裡面 郭台銘由於小書給小英 韓國語大書給小英 郭台銘贏 然後加起來 互比和對比 郭台銘都出線 贏得了 國民黨 總統初選的 候選人 資格 各位 色目以待很快 所以 因此我奉勸 軍訓 也提示國民黨 你快點 民調 做好之後 你要公佈之前 你一定要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 如何計算 十五 15%是互比 85%是對比 解釋給一些韓粉聽 否則輸了 要用簡單的言語 解釋 否則韓粉可以為你國民黨總部 死中分子 韓國瑜也會做 輸了之後會出聲 力勸韓粉第一次轉向 做國粉 為了大局 為了大局 日後 郭台銘 出線之後 任何人都小英呢 我們日後才分析 今天就到此為止 在這裏 在這裏 叫做 李佳芬女士 醒一醒吧 叫你的先生 回去 洗衣洗衣 好吧 洗衣服 希望你們台灣的朋友 聽到 尤其是韓粉 你們有心意準備 在這裏 美國第一樓的尊者 Jimmy Huntington 那個鐵噴 韓國瑜 賣菜 國民黨的戳順 必敗 各位 再見 保重